不怕阿共真正武力犯大的人 比怕的人差不多11%左右 這是一個狀態 一個屬性就對了 所以很大的參考 就是說百分之五十五的人不怕 所以這個發言 有一個我們要來 想出一個老子道德金 別說過一句名言 老子道德金說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說人民就不怕死 你只要用死在那裡 這就不好 如果從這個所謂看起來 為什麼中宮過去數十年來 不斷在威脅中台灣人 這個結果很大多數的台灣人 甚至到今天中宮 已經是世界軍事大公 也不在怕 阿共有一個武力犯大 用台灣人所說的幾句話 這個紀元所說的說 你們不是給你 我不是給你 所以這處理處理 面對這個派出兵 中間的威脅 學術界 或是這些政黨的領導人 都會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中間要武力強迫 台灣應該要怎麼樣 台灣真的可以說 我選佈我不會讀 你就不會用武力來幫我 不會打台灣嗎 還是說你如果要打台灣 我就選佈獨立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我記這個阿扁總統進來 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兩千年丹水秘前總統 發表糾結宴帥的時候 有一段話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他說只要中共無意對臺動武 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 不會更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 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公投 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 以國統會的問題 大家注意這是阿扁總統一個 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孫師一個主張一個政策 就是說 只要中國你不要把我武力反台 我就不會去選佈獨立 不會去做相關的這些事情 但是我們要去注意這件事 就是中共什麼時候 百黨以外的武力反台